在吉林建设改革发展的浪潮中 从不缺少闪烁时代光芒的楷模人物 深藏公与民 甘当杨靖宇将军墓守灵人的徐振民 能为群众服务 我才觉得心里踏实的催光日 树立起109座纪念碑的金春谢 在平凡的岗位上 他们拥保党员初心 以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 做出非凡业绩 他们的名字 就像一个个精神力量的引擎 感召着无数人 做时代前进的坚定助推者 2021年7月1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在长期奋斗中 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历史川流不息 精神代代相传 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 更续红色血脉 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光荣 胸怀千秋伟叶 恰是百年风华 新奇恋上 如何更续红色血脉 发扬光荣传统 传承精神力量 本期好好学习 让我们一同走进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时代楷模金春械 美日纪念碑 不是一个普通的 用水来浇灌的一个建筑 美日纪念碑 在我心里是有生命的 所以每当在烈士叶前 给青少年讲故事的时候 我感到很欣慰 因为他们故事背后 他们感受到了 抗战营烈的 坚强的民主精神 可为民主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 应用献身 伟大的 谢谢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 16年来 他寻访全国十多个省市 行程两万多公里 靠正汪清县105处 抗联战基地 177处烈士牺牲地 和抗联遗址 整理了40余本抗联书籍资料 保护结条百余处抗联遗址 成为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基地 树立109座纪念碑 自2005年树立起第一座烈士纪念碑后 他的脚步就从未停歇 在挖掘抗联阴烈士迹 努力重现抗联历史遗迹 传播伟大精神的路上 不断前行 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从他立的第一块碑 讲起 现在我来到了位于汪清县东光镇 长荣村的佟昌龙烈士陵园 这是金春械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烈士陵园 佟昌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 曾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户中区委书记 河南省委书记 天津市委书记 大连市委书记等职务 918事变后 24岁的佟昌龙来到东满 也就是今天的年边地区 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3月 在疑似于日军的遭遇战中 佟昌龙不幸壮烈牺牲 牺牲时身未满27周岁 你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长荣村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长荣村的由来吧 我们这个长荣村呢 一开始叫妙沟村 05年的时候 金春来到我们村 看到了童王荣这些木 当时的木非常小 一个小土坊 那是环境特别不好 碑也小 它特别痛心 完了回头它找到我以后 就开始毛话 给童王荣立木 立碑 木修起来第二年 金春为了纪念童王荣 跟我们商量 就是把我们纪念童王荣 把我们村 妙沟村要改成长荣村 就是我们回去以后啊 村民也非常想象这事 嗯 送了06年 我们就把妙沟村改成长荣 啊 就是以这个村名去永远的纪念 通常荣烈 对对对 2005年 从汪清县人大副主任岗位上 退休的金春县 担任汪清县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一次下乡的经历 让金春县心绪难平 尹电辉告诉我 从那时起 金春县老人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为抗战英力 剑碑塑像 而最难的就是没钱 开工没有回头见 尹书记说 为了筹集资金 金春县放下面子 去找老同事 找民营企业老板 多方动员捐款 筹款前 金春县讲述的 佟成荣烈士英雄事迹 感动了很多人 因此 每次筹款都没有空手回来过 经过两年多的奔波 他终于筹集到 三十多万元资金 2010年初 佟成荣烈士陵园 动工 那么其实在立碑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你看其实咱们说 就是这个墓 这一开始 咱们也不会工程学 也不会杀 百姓也没学过 建筑学 建筑学 咱们不会 头天是材料拉来了以后 立这个 头天整完了 第二天倒了 那因为什么呢 当时金春县一回研究 咱们的结构不对 完了他回苦学 苦学这个结构 他得钻研这个 他回来又教我们 有一次来到这 他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干完了 下午往回走 我是为了省点钱啊 为了省点钱呢 这老人家坐着大产车走 那时候倒不是现在摆着路啊 倒一载 在汇车的过程中呢 这产车外边呢 就压到这个路级边上了 那时候差点翻车呀 但是现在想想都后话 既当设计师 又做施工者 金春县事事亲力亲为 为了节省开支 金春县曾坐各种工程车往返工地 几百公里外的采石厂 跑了近百趟 在同城熔烈士陵园建设初期 金春县感染病型肝炎 药物副作用 让他寝食难安 浑身痛痒 大把掉头发 体重从72公斤 下降到60公斤 即使如此 他也不肯耽误工期 就这样 2011年6月 金春县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 同城熔烈士陵园 一期工程竣工 2013年 汪清县投资两百多万元 扩建了同城熔烈士陵园 先后修建了 同城熔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 如今 同城熔烈士陵园 已经成为全省爱国主义 和国防教育基地 金书记看了这样 也非常高兴 因为现在我也挺高兴 因为这里头 我也参与其中了 现在看到 很多游客 到这来瞻仰 这个同城熔烈士 我一看 我也感到挺自豪的 引电辉说 十几年间 金春县不仅把越来越多的纪念碑 立在了先烈当年 玉学奋战的土地上 更是把对历史的尊重 和对烈士的敬仰 刻进了人们心里 红塘龙墓建好了以后 对我们这一代人 一直激励着我们 去努力生活 奔赴小康 甚至从妙沟村改为长龙村之后 我们大家就更加了解了 这些英雄的故事 完了之后 这些英雄的形象 也就树立在我们心中 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林汪清 爱国主义教育中心的英杰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 如今也是我县 三条红色教育路线之一 接下来让我们转身 重走我们今天的抗年路 我为大家介绍一位 抗日小英雄 她的名字叫做金锦女 她是在汪清抗战牺牲的 所有烈士当中 年纪最小的一位 一段段壮烈历史 一个个英雄形象 在金春械老人树立的纪念碑前 逐渐清晰起来 为了让英烈的精神封碑 在人们心中常驻 金春械和同事们 祖村入户 爬山越岭 全县两百个村屯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用双脚 张扬出一张 汪清抗战遗址 建设规划图 我想问一问 这雕像以及这个石碑 它都是金春械老人 什么时候所树立的呢 这个半身塑像呢 是金主人在2015年 八月份立的 然后青年碑呢 是在2009年里的 树立这两个石碑的过程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 金主人每一次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早上五点多钟就已经到这个抗连的我们整条路线上 然后就为每一块石碑 请找地点位置 而且这里的石碑都是金春械老人亲自去立的 因为是您是讲了很多 那您对于很多游客来了 对于他们 您会感觉他们看完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反馈一些我们的那个想法嘛 就是说哎呀 汪清有这么多好的那个红色故事 就是之前确实是也是不是很了解 但是通过我们讲解之后呢 大家也是觉得哎呀 真的这个历史真的是像金主人说的 不能在我们这一带断查 而且让革命英历的这些事迹和精神永远地传递下去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成为历史 但是红色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却日久迷心 永远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活在我我心内心想啊 活在我们那个抗战年代的一些个孩子啊 老人也好啊 他们的一个生活啊 是多么的困难啊 为了我们夺取中国抗战争的胜利啊 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从走看来路 就是回忆通过回忆历史 回去之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红色的 我们所看到的所学的 在我们那个地方传承 我实际叫它发言光大 他总是对我们说传承红色基因 不止立了杯就完了 要把英雄的事迹和那段历史传承下去 通过详解原因节的小数 我了解到 十几年来 作为汪清县关爱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主任 除了为抗战英烈数杯力赚之外 为了让后辈更好地了解革命历史 金春县老人一直都在为传承红色基因忙碌着 江春花 一九零八年出生于朝鲜险境北道 一九三二年十月 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江春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他一波大的胸怀 保护了军民的生命安全 献出了自己年幼女儿的生命 金主任 你好你好 两位老师好 是这样我们下学期开学初 马上要进行一个红色故事会 然后我们利用假期时间 特别邀请了观光委的金主任 来给孩子们进行一些电停 梁彦告诉我 受到金春谢开展红色教育的启发 2010年 学校成立了汪京县第一支 佟长荣英烈中队 2017年 学校更名为佟长荣红军小学 学校对表现优秀的班级 授予英烈中队称号 同学们各各正当优秀标兵 红军小战士 统长荣英烈中队是汪京县第一所 以抗战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英烈中队 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现在我们就普及到42所中小学 目前除了讲故事以外 英烈中队搞一个四朗诵 什么演唱会 真文等等 就是来传承红色心 从优秀的孩子身上 剥下这个红色的种子 是他生根发芽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搞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效果也比较明显 那对于像同长荣红军小学 包括同长荣的红军中队 对于您来说金主任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特别有意义 因为这个传承红色心 培养这个时代信任 是各级广伟的重要的 使命和责任 那么通过什么渠道来传承 什么渠道来 更续红色血脉 很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做法 就是成立英烈中队 英烈班 十多年来 天春县老人 走进四十多所中小学 讲了上百场 爱国主义教育课 策划举办二十多次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图片展 让同学们通过各种形式 领悟革命先辈 不畏强敌 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如今 在他的影响下 童成荣红军小学 已经成立红色宣传队 一百五十多名学生 共同宣讲革命先烈的 红色故事 我叫张亚涵 我现在二年级 我从一年级就开始 讲红色故事 我非常喜欢 小的时候 我的影响不是很深 然后接触了这个 红色故事以后 讲红色故事 然后在他们的事迹中 也体会到了一些很伟大的精神 不但是童成荣的精神 还有其他很多伟大的精神 就是我都非常的让我感动 我愿意把这些故事 让更多人听到 十六年如一日 清除心血 身体力行 无私奉献 这是这次寻访中 我对这位七十四岁老人的印象 告别了童成荣红军小学 我终于能和金春县老人 好好聊一聊 他的故事 主任 其实我在之前 采访您之前 就遇到了很多人 然后他们跟我一直讲述了您很多的事迹 所以我一直特别的好奇说 您为什么一直这么支出于做立碑这样的事情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父母都是文盲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 在这个部队也没怕滚打五年 后来在这样一个县级领导岗位上 工作了好多年 就是没有党的培养教育 就没有我了 也没有我的今天 是不是 所以 这个 退休完了担任广工委主任 对我来说 那是感恩 这个党的关系 波达党的一个 关系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平台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们这么多烈士 一个这么小小的县 抗战时县 涌现了603名抗战营列 我们不给他们立背 是对不起 对不起他们 更主要的 这么多历史 随在我们身边 我们的青春年 我们的后代都不了解这段历史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不立背 对吧 这段历史是断档了 断档了 后国家不肯设想 你不懂历史 你怎么样珍惜今天 是不是 所以为了传承红色机 为了耿穴 红色血脉 为了把我们的后代 这个培养成一个对社会 国家有用的一个人才 我就下决心 克服各种困难 立背 16年 109座纪念碑 近百场报告 100多万字资料书籍 这一串串数字 诉说着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与坚守 一位老人 红了一座城 如今的汪清县 已经初步形成了 现有教育路线 乡镇有教育基地的 红色教育网络 在新时代 党史党进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是我们的机关乡所在地 建设的一个 小型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9年以前了 12年我就立了一个纪念碑 这块碑在这个地方设立 当时您是为什么选了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比较方便 一个乡镇所在地 这个地方 中学生小学生 包括青年 比较方便 所以我就下决心立了两个碑 一个是要应该 抗日游戏根基地 一直纪念碑 再就是梁成龙烈士纪念碑 这样的形成一个 一个小型的一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天您带我来到了 梁成龙烈士这边的纪念碑 您再次在纪念碑前 看见了这个 当时您去树立的碑 写的碑文 您现在内心什么感受 9年了 这个碑里 已经是9年了 9年以前事了 我重新看这个碑文 重新看那个碑一首 很感慨 尽管是很小的一个教育基地 在这个碑前 已经进行了 多数是爱国主义教育 记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教育 感到很欣慰 尽管是并不大的 一个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每年清明节 这个7月1号 8月1号 9月3号 4月1号 国庆节 在重大的历史界限上 这个必在这个地方 过一个活动 那么像您 这么多年 一直在为纪念碑的树立 在做着自己的贡献 像您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是不是也感动了 身边很多人 感染了很多人 是这样 这个干了好多年 这样的吧 我们也是受我的影响 我们这个资源者的队伍 逐步就扩大 不仅有60后的 还有70后 80后 90后 甚至00后都有 你比如说 我们那个名其的小老板 叫郎连甫 今年60岁了 画了三位 抗云烈的 这小儿 小儿书 一非也不要 而且 运输也是 他拿钱的 现在你受他的影响 有这个80后的一个 小学教授 90后的小学美术教授 这两位也参加 我们这个志愿者行列 十几年来 金春械的事迹 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里 教师 公务员 民营企业家等各行各业人员 组成了老中青三代志愿者团队 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这一次画展 这就上了机会 认识了金主任 是你通过对出你的了解 所以让金主任 刺激 非常对我感动 感动之后 金主任就是 跟我谈了一些 能不能传承红色 教会 完了我就开始 第一本创造了 通苍容 我最早没有这么高境界 我是12年 金主任那时候上网了去 就是那个 你这些文物 你可不能卖啊 你都在旺青 所以这个 通过你这些老物件 能体现旺青 厚的律师 和红色文化 这个这方面 所以说的老领导 一直在指引我 那么我们知道 今年是建党 一百周年的日子 我也知道 您是成为了 全国优秀党员 咱们吉令省也就只有八位 当时您应该是 在天安门广场上去管理了 太激动了 太骄傲了 太自豪了 太辛苦了 你看一个 退休多年的 官工委的一个 社会教育工作 参加 庆祝建党一百年的 一个 一个今年大会 那是非常荣幸 而且在天安门广场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 这个确实是 十分难得的机会 感到这个 非常荣耀 今后呢 我想 只要身体允许 就要继续在这个岗位上 教育和引导 管达青少年 就是传承红色基因 培养这个时代信任 永远在路上 金春信老人调侃说 生活中的他 有三不会 不会抽烟 不会打麻将 不会钓鱼 也没啥爱好 几乎就把所有的心思 放在红色基因的传承上了 而上了年纪的他 如今需要每天早上 夺起医院扎几针 才能坚持工作 山山金达来 村村烈士碑 漫山遍野的金达来 展示抗日故地生命之蓬勃 庄严高耸的纪念碑 铭记抗日英雄 工业之不朽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 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金春信老人 用他的所作所为 在英雄的土地上 注就了不朽的 精神封碑 中春信老人 书碑 利传 中海 一个人红了一座城 保了一段历史 传了一种精神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纪念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 伟大的建党精神 他指出呢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而关于这一精神呢 习近平总书记用32个字做出 概括 那就是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 金春械 以及志愿者和那些 与他一起奋斗的人们 其实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呢 致力于伟大抗怜精神的整理和传播 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呢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 而文化呢 对一个民族来说 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力量 他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的灵魂 更是凝聚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纽带 纪念碑呢 红色家书呢 是具有代表性的这种物质符号 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只有将人事物这些要素展现好 将它们与区域的区情结合好 符合大众的这种心理诉求 才能用红色文化之魂来滋养大众 历经沧桑呢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 惊天动地的建设史和披荆斩棘的改革史 已经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红色资源 昂扬向上的红色文化和更续不断的精神谱系 在百年大党华旦之时 用光辉历史涵养初心使命 用红色文化更续精神谱系 用信仰之光书写时代华章 恰逢七时 亲爱的统长龙烈士您好 我叫金春谢 是一名老兵 也是一名老党员 每一次找到你的被遣 我都激动忘心 你们用青春岁月 注尽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我们不管忘也不能忘 不能让历史无名 不能让历史在我们这一代断产 为什么我树立起了一座座纪念碑 因为我觉得被立起来了 红色精神也就立起来了 这不独是中国 全世界都走到王叔所常说的大节的关头 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 这段情场 方圆您身陷留下的俗信 仍能感受到您的家国情怀 这不但是一方家书 也是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宣言 如今您牺牲的王晴县 已经成立多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您的英雄四季广为流传 而我赤身最大的心愿 就是把你们的四季和精神传承下去 每当看到人们在革命精神里 感受下努力向前 我都觉得这辈子值得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奸 单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这句话出自战国时代 吕不韦所编著的吕氏春秋 意思是说石头可被打碎 但无法改变它坚硬的质地 单沙可被研磨 但不能改变它珠红的颜色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话 是为了告诉我们 理想信念就像石头的坚硬 单沙的赤红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 不论条件如何变化 都风雨如盘 不动摇 今天我们正在意气风发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征程漫漫 充满光明与希望 也不乏困难与挑战 更需要我们培根祝魂 用红色基因 补钙撞骨 鼓舞斗志 历史川流不息 精神代代相传 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 更续红色血脉 无但书写新诗